大家好,我们今天完成了一篇特殊的鬼片评测 对对对,就是大家七百人一起在那个 对,我们在这个平遥电影展上 我们看到了这个青水虫的星座 全民村的全球首颖 包括也看到了青水虫本人 来来来,我们现在让两个吓得最厉害的妹子发表一下 哇,真的,就他们一直在给我二次惊吓,你知道吗 就就,就吓到,吓到脸都汤白了 然后就是,我对鬼片就停留在 他觉得是,他完全是鬼片 但是今晚这个真的是叫电影 他无论从视觉 还有他一些镜头表达 包括一些技术手法 和整个剧情真的很厉害 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应律师学导演 然后保重法硕当上律师的这位 这位学霸,学霸妹妹来给大家说两句 主要是我现在一直在笑 为什么笑 是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害怕要死只能用笑容来演示 然后我全程的整个过程 长在他身上的 然后全程长在他身上 然后呢,基本上是五一只耳朵 五一只眼睛 用单眼和单耳看完整部电影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就这部片我觉得特别牛逼的 是我们已经看了很多鬼片了嘛 对吧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身经百战了 但这一次就是有很多创新点 几个死法大家看的时候可以注意留意一下 一个就是电视塔跳楼 还有就是电话亭 电话亭杀人案 这两个是我觉得极为精彩的 极为精彩的 然后而且这个电影就是我们看是 其实是看4D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天特别冷 然后有过几次就是那个隧道 风口的时候就真的有几阵风吹过来 我都叫了 因为我今天非常重视这个 今天这部片啊 因为几乎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公开的电影院 用核心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看一部鬼片 所以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所以说前半段好像我觉得没有那么恐怖 但是到了后半段我意识到这个故事 其实是远比青水虫之前的咒怨 它的叙事的野心是更大的 无论是从创意还是剧情上来说 其实是一个更有厚度的一个故事 而当这一切的故事和创意成立的时候 这个恐怖感就会马上在你身上 就会就开始生根发芽 我可能我今天就是过于防备 过于防备 过于紧张导致好像觉得没有那么吓人 但是越到后面就越厉害 包括还可以看到三集彩花 我主要是在防备他们两个 总之就是说一千到一万 咱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在电影院的这种 这种语境下是吧 看更多的恐怖片了 然后现在我们去吃一点烧烟暖暖身子 拜拜